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狠手辣 但也为国出了不少汉奸 不过他有个克星 就是王亚乔 王亚乔是斧头帮的帮主 戴笠跟他之间明争暗斗数十年 结果谁也奈何不了谁 但两人都是有实力的人 后来王亚乔因为一个女子 被戴笠暗算了 尽管王亚乔是戴笠的老对手 可戴笠并不服他 因为王亚乔最终还是被戴笠杀掉 而对于蒋介石而言 戴笠更多的是上下级的尊重 也就是拿工资干活的关系 说到佩服还谈不上 其实戴笠一生最为佩服的人 应该是杜月笠 也就是上海的大名鼎鼎的青帮老大 当时青帮中流传着一个说法 王金融贪财 张孝林善大 杜月笠会做人 杀人如麻的杜月笠之所以佩服杜月笠 跟杜县 笠会做人有关系 杜月笠一生交友满天下 男人莫克 政界首脑 棒股成员都有 而戴笠也是其中一个 戴笠早年只是个街头混混 曾在上海贪赌钱 有一次他来到杜月笠的赌场 结果输光了所有钱 恰好杜月笠来赌场寻场 看到戴笠跟一般的市井赌徒不一样 于是主动请他吃饭 戴笠和杜月笠一见如故 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一 不过当时杜月笠已经是上海滩 想当当的人物 而戴笠却连温饱问题都没能解决 所以杜月笠邀请戴笠跟着自己一起干 杜月笠的邀请是被戴笠拒绝 于是他推荐黄金融给戴笠认识 在黄金融的眼见下 戴笠跟蒋介石相识 当时蒋介石是黄浦军校校长 于是也让戴笠来广州参加黄浦军校 戴笠临走时身无分文 傅月笠给了他一大笔路费资助 后来戴笠果然考入黄浦军校 成为第六期学员 毕业后开始了自己的特务生涯 他一直跟随蒋介石 可在北伐战争期间 却跌入人生低谷 当时蒋介石被迫下野 戴笠也跟着前途没着落 很快又变得食不果腹 这是杜月笠再次接济他 在杜月笠的帮助下 戴笠渡过了南关 后来蒋介石东山在起 戴笠也跟着水掌传告 戴笠重获重用后 深受蒋介石信任 从此平不清云 一路试图顺畅 但他始终记得杜月笠曾经的恩情 所以他心中对杜月笠始终佩服 后来杜月笠的有些生意上的问题 戴笠都帮他摆平 戴笠与杜月笠是结拜兄弟 尽管两人一个是坏人 一个是好人 但方方关系非常好 1946年杜月笠听到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 碰笠玉笠打算直接跳楼自杀 幸亏家人拦住才没跳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